西裝男手拿咖啡翹著二郎腿 違規坐在親子車廂 列車長勸離他才不情願站起身 接下來甚至還囂張嗆聲 同車民眾拍下畫面 說坐火車遇到特別不遵守規範的乘客 列車長口氣委婉驗票 乘客激動大罵 搞得列車長也很為難 做錯事比糾正的喊更大聲 但可能也自知理虧 只能信心然離開 畢竟規定就是規定 台鐵親子車廂提供 持當日當次車票 親子孕婦旅客乘坐 為了辯明 親子車廂也開放給持電子票證定期票 或該車次無坐票的旅客搭乘 但必須配合證件正本查驗 例如媽媽手冊 或有孩童年紀的證件 如果違章 要補票 還得加收50%的票價 想坐親子車廂也不是不行 但至少要符合身份 西裝男 那麼想坐 哪天當爸爸了 帶孩子一起來 沒人會趕你 TVB的新聞張昭華 吳宣彤 泰報道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